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带您步入大明王朝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下不知汪值死阴之谜 大明王朝家境38年 公元1559年12月25日 在杭州城的观像口 也就是现在杭州市西湖边 解放路和中山路交叉口一带 处决当时声明显赫被称为巨寇的汪值 这汪值被人用轿子排到了这个闹市的刑场 他走下轿子毫无惧色 只是提出要求要和儿子见最后一面 监长官答应了 父子二人相见 汪值从头上摘下金簪交给儿子 父子二人相拥而弃 汪值一边流泪一边说 我没有想到 我会在这块土地上接受死刑 儿子耿烟无语 父子绝别之后 汪值平静地走向刑场 坦然赴死 临死前 杨天长叹道 我有什么罪 我有什么罪啊 杀了我一个汪值 将害苦了两者的老百姓啊 汪值话音未落 便伸手一触 汪值被斩首之后 其首级在滨海各城市巡展 以尽校游 可是汪值临死前那句话 令人难以忘怀 似乎他受了天大的冤枉 可是自汪值被处斩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 汪值最有应得 有人说汪值是最大的倭寇 有人说汪值是最大的汉奸 也有人说汪值是最大的海盗 那么汪值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的死究竟是罪有赢得 还是历史沉冤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 我们先从什么是倭寇说起 这个所谓倭寇 仅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日本的强盗和侵略者 因为日本古称窝国 这窝是阴译 在日文中和和是一个读音 所以大和民族就是大窝民族 因此只要是日本来的人和物 都可以窝称之 大明王朝初年 日本陷入南北朝的分裂和交战状态 后来南朝被北朝吞没 南朝很多武士变成了浪人 所以浪人就是失去了俸禄 居无定所的流浪武士 这些流浪武士 有些人就沦为海盗 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骚扰截掠 这就是最初的倭寇 不过当时大明王朝军事力量很强大 明朝的水师堪称世界一流 这灵性的倭寇不足为患 可是到了公元1467年 日本进入战国时期 日本天皇和将军 已经无力控制各地的军阀和土豪 他们进入了内战混乱 同时大明王朝是成化年间 这是大明王朝由胜转衰的时期 一方面严格实行近海政策 一方面由于政治腐败导致边防松懈 所以日本各地的土豪军阀甚至寺院都开始进行走私活动 为了防备明朝官兵的抓捕 他们在船上配备了武器装备 形成了武装走私团伙 这些武装走私团伙的成员的很多人都是浪人 而这些浪人趁大明王朝边防松懈登岸骚扰截掠 从此窩患开始严重 到了嘉靖年间 这窩患就越来越严重 次数越来越多 频率越来越高 规模越来越大 尤其到了嘉靖二十七年以后 这窩患几乎是年年月月都有 甚至一个月发生几次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当时东南沿海最猖獗的不是蜗寇 而是海盗 而这些海盗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是来自福建 漳州 泉州和广东 潮州的中国人 当地官府都称这帮子海盗为蜗寇 甚至陆地的武装截掠团伙也一概以蜗寇称之 这些蜗寇的成分非常复杂 他们包括行凶的恶人 逃亡的囚犯 失去植物的牙役 还有饭届的僧人 丢了官职的官员 没考上公民的书生 总之都是一些不得志的人 可见蜗寇的成分极其复杂 还有一群人也被称为蜗寇 什么人呢 就是海上的海商集团 由于明朝实行严格的近海政策 这些海商在海上实行贸易活动是违法的 朝廷禁止 他们就武装反抗 这就叫武装走私集团 他们这些人驾着巨大的帆船 航速快航程远 而且船上装备着精良的火炮 所以官府也称他们为倭寇 当时在东南沿海海上最大的海外势力 不是日本人 而是弗朗基 也就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 和海盗相勾结 不但控制海上贸易 而且在东南沿海的海岸 劫掠村镇 攻周掠斧 甚至攻击官军 被当地地方政府也称之为倭寇 以上列举的种种倭寇 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倭寇 即使真正的倭寇集团 他们内部日本人也占少数 而这些日本人回到国内 是不敢称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 因为当倭寇在日本是不敢声张的 那么日本的权贵大商人良民 他们是用共船到中国和政府进行官方贸易的 只有那些贫穷且作恶的人 才去当倭寇 为大明王朝履历战功 而最终却落得深受益处的命运结局 汪止死亡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谢谢节目 大明王朝东南沿海一带 一度匪患成灾 民不聊生 老百姓怨声载道 毫无疑问 这些节对百姓走私泛私的人 来源非常复杂 其中来自日本的浪人只占极少数 因此把这些人同称为倭寇 实在是名不复实 而明朝的各级官员 对这个情况也心直肚明 那么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海盗 或者海上武装力量 无论国籍 一律称之为倭寇呢 造成这种误解有三个原因 第一 一种思维惯世 自洪武年以来 中国的沿海地区 开始出现了倭寇 渐渐的倭寇呢 越来越严重 所以无论是当时的官吏 还是后来的学者 都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 只要东南沿海一带 发生海盗的截掠 都会认为是倭寇所为 第二 海盗集团采取的策略 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盗 大部分 甚至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他们开始是走私 后来就开始截掠 而且罪行越来越严重 可是他们家有妻儿老小 家乡还有田产祖坟 所以他们不愿意 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每次进行截掠的时候 都穿上窝人的衣服 打着窝人的旗号 所以受他们劫掠的东南沿海一带的百姓 就都把他们视为倭寇 第三 政府官吏的需要 在古代封建王朝啊 官吏们最怕的就是老百姓造反 一旦发生百姓造反 最高统治者一定会严定他们搅拌 同时会杀几个替罪羊来舒缓民愤 所以一旦东南地区发生百姓的造反 这些官吏们都把它说成是倭寇的骚扰和截掠 这样一来呢 就把他们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那么在嘉靖年间 随着窝患的逐渐的严重 在海面上出现了职业化的 大规模的武装集团 以许洞王直徐海为代表 那么他们这些大规模的职业化的武装集团 究竟是不是倭寇呢 我们就先说说这个许洞吧 许洞是辉州色县人 早年因犯罪入狱 后来越狱逃到了海上 再后来逃到了满辣家 也就是现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入罪给人当了女婿 成了半个满辣家人 这些许洞的贸易伙伴 主要是葡萄牙人和南洋一带的商人 他和日本人很少做生意 即使有生意往来 时间也很短 显然他不是倭寇 嘉靖二十七年 公元一五四八年 浙江巡抚朱婉开始加强海防建设 严格打击走私 这样一来呢 就和许洞的武装集团发生了冲突 朱婉下令对许洞的商业基地 舟山群岛的双鱼港 发动突然袭击 摧毁了许洞的巢穴 烧毁了他的大部分船机 许洞手下的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杀 那么他的大小头目们基本都被俘获 许洞杀出重围 逃向满辣家 没有逃到日本去 因此进一步证明他不是倭寇 许洞在海上被官军抓获 许洞的武装集团被消灭了 从此汪植的集团开始崛起 汪植跟许洞一样 也是辉州色线人 汪植出身很贫困 但是他喜欢行家仗义 汪植处事非常有智谋 所以人们都很拥戴他 早年的汪植在国内做范延的生意 可是范延在国内是违法的 所以汪植积累了一些资产之后 南下广州准备到海外发展 他在广州建造了大船 购买了销黄和丝棉等违禁商品 就航行到日本 先罗 也就是现在的泰国 南洋以及西洋各国 进行他的海上贸易活动 但是这个海上贸易 面对大明王朝的近海政策 它是违法的 所以在汪植的势力 还不够强大的时候 他带着他手下的一千多人 投靠了许栋集团 通过他的胆略和才干 很快成为许栋集团的重要领导人物 当许栋集团被猪碗击溃 消灭之后 这汪植就收拾了许栋集团的残余势力 取代了许栋集团的地位 不过汪植和日本人做生意 只是把货物运到日本去 从来没有把日本人引到中国来 所以汪植他不是倭寇 汪植不但不是倭寇 而且还参与了对倭寇的围剿 比如嘉靖三十一年 即公元一五五二年 一股一万多人的倭寇 袭击浙江沿海一带 浙江的海盗副使李文静 邀请汪植参与围剿海盗 汪植接受了邀请 和明军把总张思维一起 击溃了一股海盗 缴获了两艘海盗的船只 人们会问 汪植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他为什么参与 官军对倭寇的围剿呢 因为当时这个海盗副使李文静 承诺说 只要汪植你参与这一场 对倭寇的围剿 就允许你自由贸易 所以啊 这汪植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 就参加了官军对倭寇的围剿 打退了这股倭寇之后 当地政府果真信守承诺 允许汪植在舟山群岛的定海 开展自由贸易 汪植在定海住了很长时间 来往自由 生意干得很好 显然当地官府没有干预他 可是两个月之后 抗卧名将于大游率部队 对汪植的定海港 发动了突然袭击 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 汪植损失惨重 杀出重围 去了日本 嘉靖32年 即1553年 也就是汪植杀出重围 去日本的第二年 在浙江沿海地区 发生了大规模倭寇入侵的事件 倭寇 来了好几百艘船 整个海面都遮蔽了 沃寇不但攻上海岸 攻略城镇 而且速长江而上 登陆江岸 向江北进攻 横冲直创 如入无人之境 由于这场窝乱 发生于于大游 偷袭汪植的定海港之后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 这是汪植带来的 沃寇进行的报复行为 可是汪植实际上 没有参加这次 倭寇的大举进攻 明史记载了这次 倭寇的进攻 并且记录了很多 倭寇首领的名字 并没有提到汪植 其实这场倭寇大举入侵 实际上是海盗头目徐海 由于他叔叔被明军杀害了 带着倭寇进行的报复行为 剑桥中国史 也承认 加近三十二年的 倭寇入侵 是徐海所为 与汪植无关 其实这会儿的汪植啊 在日本的萨摩国 也就是现在 洛尔岛以西一带 和那些权贵和大商人们 商讨 他经营在日本的基地呢 既然汪植交由于达官贵人 和大商人之间 那么会不会像有些人 指控的那样他是投靠倭寇的大汉奸呢 我觉得这种指控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我有几个理由 理由一 汪植自主在日本建立基地 汪植 他感觉到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基地不安全 随时可能遭到明朝政府军的攻击 所以他来到日本萨摩的松普金 也就是现在日本的平户 以及周围五个列岛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他在平户建立了自己的住宅 从此中国的商船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日本 第二 汪植在日本建立了地方政权 因为当时日本陷入战国时期 所以汪植呢 也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 号称宋 自称徽王 并且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 控制了松普金一带的各个要害区域 周边三十六个岛屿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第三 汪植不可能受控于倭寇 汪植在日本受上流社会的尊敬 他一直交往于权贵和大商人之间 他是不可能受控于在日本被视为罪犯 而且要东躲西藏的倭寇之下的 第四 汪植的护卫都是日本武士 汪植在日本雇用了保镖 而这些保镖绝不是倭寇 而是那些流浪的武士或者叫浪人 想想看 汪植交由于权贵和大商人之间 他怎么可能带着一群囚犯 所以如果他手下都是一些倭寇的话 他不可能走上日本的上流社会 因为当时日本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 第五 汪植船队的日本人都是穷人 在汪植的船队中 雇用了很多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都是穷人 他在汪植的船队中是没有地位的 汪植船队的头目 清一色的都是中国人 尤其是他的亲属和他的同乡 综合以上几个理由 我认为汪植不是投靠倭寇的大罕见 汪植被处决之后 明朝政府给他定的其中一个罪名就是 率领倭寇劫掠财富 百姓深受其害 是罪大恶极的大汉奸死有余辜 然而傅晓凡老师却认为 汪植只是在沿海经商 不仅没有危害百姓 甚至还有过帮助明朝政府 剿灭倭寇的积极行为 他的做派与倭寇相比 实在是相差太远 汪植既然不是沃口 又不是罕奸 那么拥有庞大海上武装势力的汪植 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他会不会像后来 明朝政府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靠武装劫掠 而大发横财的海盗呢 我认为汪植也不是海盗 比如当年朱晚攻破 许栋和汪植经营的双鱼港的时候 这里他发现根本不是海盗基地 最直接的证据是 双鱼港被攻陷 这一个月之内 有1290艘各国的商船 来到双鱼港 这些船都不是海盗船 而纯粹是商船 假如这1290艘船 都是海盗船的话 你朱晚把人家的基地给摧毁了 一来你朱晚往哪跑 二来这帮的海盗船 可是装备着精良的火炮的 把东南沿海一带荡平了 比如嘉靖29年级公元1550年 一股海盗 居然抢夺了明朝水师的一艘战舰 进攻杭州的西兴镇 截略财务和妇女 当时海盗副使丁战 就以允许汪直进行自由贸易为条件 邀请汪直去进攻这股海盗 汪直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 就带领自己的人和船 与这股海盗交战 双方一站下来 汪直缴获了13艘海盗的船只 歼灭了1000多人 俘虏了7个战俘 解救了两个被掳去的妇女 汪直把这7个俘虏交给了明军处理 综合以上几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汪直既不是倭寇 也不是汉奸 也不是海盗 那么汪直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准确地说汪直是海商集团的首领 对照其他海商集团 汪直的海商集团有自己的几大特征 第一规模最大 据明史资料记载 汪直在五六年间就达到了很富裕的程度 因为他很会做生意 外国人相信他 愿意和他交往 和他做生意 他为人诚恳 所以很多人都信任他 以他为领袖投奔他 所以他的商团就成为东南沿海一带 甚至亚洲一带首屈一指的海商集团 第二 拥有自己的武装 前面我们为了证明汪直不是倭寇 也不是海盗 说他协助官军剿灭倭寇和海盗 就证明他是拥有自己的武装的 而且他的武装实力很雄厚 第三 轻盈不法生意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拥有自己的武装的原因 因为当时大明王朝实行的是进海政策 汪直在海上的贸易是非法的 简单的说他在走私 所以他的集团实际上就是海上武装走私集团 第四 谋求与政府合作 这是汪直集团与其他海商集团的最大的不同 汪直一直设法与政府接触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说服政府打开海进 实行自由贸易 那么就要问了 明朝政府为什么不允许像汪直这样的商人进行合法的对外贸易呢 这就要从大明王朝的进海政策说起了 明朝自建立之初 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到洪武三十年即公元1397年 这27年间 朱院长实行了严格的进海政策 他曾经多次下达进海令 一共包括五项内容 第一 撤销士博司 也就是管理对外贸易市场的机构 第二 严格禁止沿海居民私通外国人 第三 严格禁止与外国人通商 第四 不允许民间百姓使用和买卖拨来的商品 第五 禁止国人下海经营对外贸易 如有违反销售示众 全家发配边疆冲军 人们一定会问 大明王朝政府 为什么实施如此严格的进海政策呢 据我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为了防范海上的敌对势力 朱院长得天下之后 与他争夺天下的那些敌对势力 军事斗争失败之后 就逃到了海上 这些人 本来有的是盐商 比如张世成 很熟悉海上的情况 有的人本来就是海盗 比如方国珍 陆地战争失败 直接重操就业 回到了海上 这些人的残余势力 不断地骚扰海岸 所以对他们进行防范 可是我觉得这个原因 不是真正的原因 因为这帮子人的残余势力 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那么支持大明王朝 坚持了将近二百年的 近海政策 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句话 就是经济力 也就是说 明朝政府是因为经济力 而实施严格的近海政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 明朝有一句话 叫不准骗扰下海 这句话不完整 应该说是 不准私人骗扰下海 因为大明王朝 一方面实施着 严格的近海政策 同时又实施着 所谓的朝供制度 所以朝供并不是各国政府 无偿地给你大明王朝上供 不可能 它实质上是 明朝政府严格控制的 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 官方贸易 也就是说 明朝政府的近海政策 与民间的走私之间的冲突 是国营和私营 垄断和反垄断之间的斗争 这样一来 明朝政府的近海政策 不但不合理 而且不得人心 你历史潮流而动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全球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十五世纪末 开辟了新的航线 开始了新的联系 东西两半球 开始了共同的发展脚步 商业中心开始从西向东转移 当带着欧洲最先进水平的葡萄牙人 绕好望角来到中国东南洋海一带的时候 面对的却是大明王朝 严格的近海政策 与此同时 我们中国的南方 尤其是江浙一带 工商业很发达 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当时的工商业主要是 丝绸业 棉纺织业 瓷器业 金属加工业 还有茶业以及药材等 尤其是这种丝绸业 这种中高档的商品 在中国国内的市场是有限的 很多商品需要开拓 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那么民间的这种贸易追求 恰恰是这种需求的反应 可是明朝政府却实施着 严格的近海政策 那么民间的贸易就只能转向走私 政府加以镇压 商人就加以反抗 进行武装走私 这实际上是无奈之举 那么王直就是在这种斗争和妥协中 追求开放海境 自由贸易权利的海商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他通过剿灭倭寇和海盗 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之后 他在定海一带 开始实现他的自由贸易活动 可是王直只是得到了部分地方官员的默许 王直的所作所为 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和一些坚持严格海境的官员们看来 是违禁 违法 甚至是该杀头的犯罪行为 因此原来一直在北方防御蒙古进攻 对王直丝毫不了解的山东巡抚王叔 来到浙江福建提督军务之后 就下令抗卧名将于大游 对王直的定海基地发动了突然的袭击 王直损失惨重 只好杀出重围跑到了日本 经过加进三十二年这场窝乱之后 朝廷中有一些官员思考 用招服的方式来平息窝乱 其中胡宗宪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胡宗宪是涉县济西人 与王直算是同乡 他当时的官职是浙江南直立的总督 因为他是辉州人 他了解辉上的情况 所以他主张开放海进 当时朝廷中有两派人 一派主张开放海进 一派主张严格海进 而胡宗宪就是主张开放海进的代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胡宗宪一面向朝廷上书 主张开放海进 一面着手招服王直的海上武装集团 加进三十四年即公元一五五五年 胡宗宪派他的代表来到了日本和王直接触 并提出要招服王直 并承诺开放海进实行自由贸易 在此之前 胡宗宪又把王直的母亲 妻子和儿子从金华的监狱接出来 安置在自己的府内 并给予优厚的待遇 本来的王直一直在追求 开放海进自由贸易 现在得知自己的母亲 妻子儿子安全了 胡宗宪又承诺招服他 并开放海进实行自由贸易 这王直就感慨道 我本非为乱 因狱总兵屠我 居我家属随绝归路 意思是我本意并非想 作乱 是余大有总兵 带补了我的家属 断了我的归路 现在胡宗宪 胡总督 承诺招服他 并承诺开放海进 实行自由贸易 这王直就很高兴 为了表示诚意 就派他的义子 毛海峰送胡宗宪的代表 回浙江 临行前让这个代表 转达王直的诚意说 岂通共互事 愿杀贼之效 意思是我祈求开放海进 实现自由贸易 为此我情愿为朝廷报效 去剿灭海盗 剿灭倭寇 得到了胡宗宪的口头承诺之后 王直带着自己的部分人员 和部分商船 就来到了浙江 舟山群岛的西部 沉港 可是当时朝廷 对招服王直还是支持的 至于开放海进 实行自由贸易 态度却模棱两可 尤其朝廷内部 有一派 坚决反对开放海进的人物 以浙江巡岸 御史王本顾为代表 王本顾这个人 虽然围观清廉 但是在对待王直这个问题上 表现得既保守又固执 而且他是寻暗御史 官级虽然低 权力却很大 当王直的船队 来到周山群岛西部的沉港之后 周边各阶层人士 引起了恐慌 纷纷传言说 倭寇又来了 这就给王本顾 进攻王直船队 提供了口识 所以他一边给朝廷上书 弹劾胡宗宪 一边下令各路人马 严阵以待 时刻准备进攻王直的船队 面对这种阵势 王直就派他的义子 毛海丰 到杭州质问胡宗宪 说我是奉赵来谈判 你这样严阵以待 想要干嘛 难道你想逮捕我不成 哎呦这胡宗宪 就通过这毛海丰 向王直转达 我绝没有恶意 可是王直已经不相信胡宗宪了 所以拒绝登岸 到杭州 接受招呼 这胡宗宪呢 就动员王直的儿子 给他父亲写信 说你给你父亲写信 让你父亲赶快到杭州 来接受招呼 你们一家就可以团聚了 这儿子还真就给父亲 写了这样的信 王直给儿子的回信中说 一个死去多年的叛匪 竟然引发惊天大爱 朱厚聪为什么震惊 他痛下杀手的原因又是什么 系列节目大名一案下部之 李福达大预案之谜 此时的王直已经深陷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他内心深处 依然渴望明朝政府能够开放海浸 这是他期盼了多年的梦想 另一方面 明军大兵压境的态势 又让他意识到 自己已经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究竟是该到杭州接受招呼 还是带领庞大的船队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呢 王直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那么接下来 王直究竟会如何抉择 胡宗宪能兑现他的承诺吗 王直太想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了 最终他下决心冒险一试 赌一把 为了安全起见 他让胡宗宪送一个仁治作为抵押 胡宗宪太想招呼 王直这支海上武装集团了 所以就派代表送仁治到了王直的船上 同时呢 又把他预先起草的赦免王直的上书 拿给王直的义子 毛海丰看 毛海丰就把这个上书的内容 转告给了王直 王直再次相信了胡宗宪 所以只带了几个随从登岸来到了杭州 可是当王直一到杭州 立刻被王本顾逮捕下了大狱 胡宗宪闻寻大惊啊 联盟上书为王直辩护 希望能够保住王直 可是这个时候 传出了一个谣言 说胡宗宪之所以如此卖命的为王直辩护 因为他接受了王直的贿赂 胡宗宪面对这样的局面 始料未及 陷入了困境 面对丢屋杀甚至丢命的压力 胡宗宪最终改变了立场 下令对王直的船队 发起了进攻 王直的义子毛海峰杀了胡宗宪的人质 与官军对抗 最终寡不敌众被击溃了 两年之后 王直被判死罪 在杭州城的官巷口执行死刑 王直在狱中给朝廷上书 再次表达自己的诚意说 希望朝廷能够在定海的外港 开放海禁实现自由贸易 你们朝廷可以设海关收取海关税 并不影响朝廷的收入和利益 只要你朝廷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他说敢不专屈报效 输万死之罪 意思是说我一定要竭尽全力 报效朝廷输我的死罪 可是王直的一片诚意 并没有打动朝廷 当这个巨寇 这个号称最大的倭寇首领的王直 被斩首之后 倭寇并没有消失 而且却越演越烈 最终达到了夹境年节倭寇的顶峰 甚至连续的多次出现 上万甚至数万人的倭寇进攻 这又是为什么呢 据我分析啊 因为王直被杀之后 追求自由贸易 开放海禁的这些商人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就觉得要想开放海禁 追求自由贸易 纯粹是空想 是梦想 面对出而反而 根本不讲信誉的明朝政府 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们没了出路 无论怎么努力 都只能是扣 所以他们就真正的沦为海盗了 可是到了龙庆年间 海盗却渐渐的消失了 人们一定会问 为什么在龙庆年间海盗消失了呢 因为在龙庆元年 即公元1567年 朝廷终于批准 福建漳州的粤港 成为合法的贸易港口 无论是海外的商人 还是国内的海商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自由贸易 在汪植被杀八年之后 汪植追求了一生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 正所谓扣于商同是人 是通则扣转为商 是进则商转为扣 意思是海商和海盗都是人 如果贸易自由 海盗就是海商 如果贸易不自由 海商就会转化为海盗 这些主张开放海进人士的一致看法 历史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好 那么大明王朝还有什么疑问 我们以后再说